一军飞我 为何剧毒不了烟火 大木头 东方青藏已穷途末路 杀 不要 小牙花 住手 长河仙军 你力竭成功了 战神长衡既以力竭归位 诛灭东方青藏势在必行 我看谁敢动他 兰花仙子是仙族同胞 并非是元天叛徒 你们谁要是伤害他 就是和我长衡为敌 既然有战神作宝 想来此事 确有误会 罢了 诛灭东方青藏之后 小兰花 自可安然无恙地 回到水云天 小兰花 跟我回家 回家 虽然离开水云天没多久 可四明殿的生活 好像已经是几千年 几万年之前的事了 我真的做梦都想回家 我想念四明殿的花花草草 三声鼓鼓地唠叨 单音仙子地吵闹 我一直以为我可以平平静静地在玉京 从一个小仙女 变成老仙女 跟我回去 一切都不会变的 只要你回水云天 不管你回私命殿 还是来永泉宫 我都义你 我保证 整个水云天 不会有人在欺负你 对不起 长恨仙君 醒来话 冥晚不灵 杀 本君顾念手足之情 对你一人再人 你却与东方清仓和水云天叛套 套现一切 公然叛乱 实在是罪不可恕 对不起 对不起 长恨 你相反吗 长恨从前敬重兄军 几万年来恪守天规 为兄军马首是瞻 和理解人世间这一劫 长恨明白了很多 只是今日长恨才明白 在兄军眼中 牧身权权爱子之心是怯淡 长恨挂念钟情之人是大错 世间种种真情 在兄军眼中 不过是愚昧和不堪 若这荒谬之事便是天规 长恨反溜如何 最先朝恨 公然叹乱 与阅族同罪 若有见证 杀不胜